滿滿一桌的水餃餡 透過大家的一雙手 要包出漂亮的金元寶水餃 這可不是賣水餃的餐廳 而是華山東山天使站的關懷活動 在台華龍德場愛心社的陪伴下 獨居長者動手包出吉祥元寶 而且口味也相當特別 紅麴 蘋果加紅麴 對 希望他們可以平安 我用餡料的早見 今天我們特定邀請我們服務的長輩 跟我們台華 這是我們在地很優質的企業的 同仁們一起來這邊 然後陪伴我們長輩 包水餃團圓這樣子 華山基金會表示 在過年前特別和長期贊助單位 台華龍德場愛心社 透過活動宣傳 希望喚起更多民眾社會團體 勸募更多資源來關懷獨居長輩 目前正大力宣傳 認捐愛心年菜 過年前要將年菜 送到獨老家 而且愛心社也率先認住兩百份 大概是什麼時候要送出去 明天就要開始發送 明天開始送 對 然後我們要再過年前 然後送到我們服務的長輩 800多個長輩的家中 就是一一的送過去 我看都是一些乾糧比較多 對 乾貨居多 因為其實我們大部分 就是我們獨居的長輩 他們比較喜歡自己料理他們愛吃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兩年有慢慢的在轉變 轉變我們年貨的菜色這樣子 對 然後希望就是有年節的氣氛 然後又在他們在年節的時候可以享用 華山在全台約有400個愛心天使站 服務約三萬名三師 也就是師能 師至師醫老人 免費提供關懷仿式 原床泡澡 年節關懷等服務 也可以透過一個月1250元的長年服務經費 一起守護孤老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 彩訪報導 要緊張帛好嗎 噗 要緊張帛颯 他乾掉 感谢观看